肾脏病案例 2011年1月因尿蛋白水肿就医 服用肋固醇已超过三年 但症状并未改善 曾做过肾脏切片 左肾有部分硬化 目前全身水肿且不良于行 腰痛到翻身都很困难 骨质疏松造成无法跑掉 2014年1月16号 第一次来基金会咨询 他留好一阵子是几乎没有办法去上学 一个学期大概上个十天吧 五天十天都就没有上 他现在只有正常上下学 然后之前没有办法爬楼梯 他现在可以自己上下楼梯 因为家里就是一定要爬楼梯 之前都是爸爸抱 他没有办法 他现在是可以自己上下楼梯 然后他也可以骑脚踏车了 之前是也没有办法骑脚踏车了 就一些孩子可以做的运动 他生病之前可以做到 后来都没有办法做 他现在又恢复了 所以可以骑脚踏车了 甚至他也跟同学路路营 都是OK的 体力恢复回学校复学 前后历经十个月 后续追踪 病患透过正确使用原始点 使体力与症状得到联好改善 目前已经能够正常生活 与常人无异 2015年10月18日过12岁生日 2015年10月28日进行射箭活动 2015年10月28日蹦跳玩耍 2015年11月06日参观动物园